到礼堂还有十公里 过来这个牌子也算真到礼堂了 出了雅江县城的 马上就要爬山了 这个太阳还出来了 他就不能在我们俩下山的时候出太阳吗 诚心和我们俩作对啊这是 还剩不到十公里到礼堂了 他呢有点饿了 就在这儿简单的吃一口吧 反正也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面包啊 头体肠什么的 我早上应该很很去跟你一样吃两个饭头 对啊 嗯我是高反了 我现在是不饿 我准备一会儿倒里堂 吃点好的 他已经吃完了 我没有吃 稍微有点饿 一会儿吃两块糖 变巴一下就行了 哎呀果然他说的没错 又被徒步的给追上了 丢人不 多丢人 每天就让徒步超咱们 这里边居然是马呀 十多匹马呢 他看着马就兴奋 天天叨叨 骑马骑马的 哎 等一下吧你啊 去内蒙 骑马去 啊我说的 又到了退车的环节 这个坡实在是太大了 骑不上去 前面这儿就是礼堂的隧道了 是2830米 出了这个隧道就一路下坡 到礼堂了 现在在这儿把手电和尾灯给按上 保证安全 进隧道了 哎呀这隧道还挺好的 里面还有灯 出隧道了 这隧道前500米是平路 后面全都是下坡 太冷了 下面就是礼堂县城了 到礼堂的东城门了 礼堂有一个东城门 还有一个西城门 在这个门口这都有一个 此生必价318 好多人在这儿拍照 我也算驾着我的皮羞过来了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 你说我们俩也算不算是 驾着皮羞和滔天 来到这儿了 也算自驾了 算我算 为什么我不算 你问题的问题就是你不想钻呢 我们俩往酒店走的路上居然下雪了 哎哟 刚才还是情红万里的 现在是雪花飘飘 不是雪花是雪莉 我们俩在这个酒店住的 这个酒店的老板是我们东北人 吉林的 老板特别好 我问他有电路子吗 那他咋说的吗 他说这屋子啥都有 有电路子 有空调 还有地暖 特别特别热乎 果然还得找同类的 是吧 怕冷的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俩连房间都没去呢 直接得就是准备 去把这个东西游了去 准备把这个帐篷 还有睡袋给游了 这个帐篷睡在太弹地方了 而且我们俩骑行了100多天 总共就打了两次帐篷 也不准备打帐篷了 他身体也不好 就想着舒服服的骑到西藏吧 这回 到这个邮政了 行 给你寄走吧 马上就邮走了 哎呀 还有点舍不得 可舍得了 老舍得了 赶紧走吧 那我们等你留下 好 让他骑车 嗯 邮完了 就把帐篷和睡袋邮走了 这个冲电宝邮不了 总共是花了57块钱 52块钱是邮费 加上5块钱的袋子钱 总共多少斤了 现在230个 相当于差不多19斤了 快19斤了 我的妈 我每天 我这个后边 拖着19斤东西 然后我还有一个大包 那个大包最少得十几斤 相当于我后背 拖着40多斤东西 我还有两个钱包 拖着一个小型的你啊 我的妈呀 幸好游走了 现在回酒店了 我们俩现在就剩这一个大包 还有两个我的前包 一个后托包 准备把东西呢 现在再收拾一下 就变成这四个包 装东西就行了 这个包呢 让它彻底空出来 这样我们俩能轻松很多了 因为它这个包里还有一些灌瓢盆什么的 我们都不要了 给这儿的老板 都是新的 一次没用过呢 那个小锅用过一次 烧了一次水 再就没用过了 现在这些东西呢 就是我们俩所有的东西了 还有床上这些衣服 这些衣服呢 一会儿去底下找那个姐姐 让她用洗衣机帮我们洗掉 现在收拾一下 把没用的呢 都放到这儿 给这个姐姐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我们俩都带的是什么 从哪开始呢 这个是氧气 这个是锅嘛 本来想大帐篷用的 这个是油炉 油炉 现在帐篷大不了了 这个锅是 锅啥的就不要了 但是这个油炉我得带走 这个好贵呢 重吗 不重 我只关心 这个等我们自驾的时候 还是可以用的 这打气筒得留着 两个胎 这俩车胎 也得留着 这个呢 是她的化妆包 算是这一圈里边最贵的了 不是最贵的 最重的 也是最贵的 也是最贵的 也是 然后这个是两瓶防晒喷雾 也是贵的 也是贵的 然后这个是面膜 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俩带了多少 所以你们老说 我们俩不黑 我们俩用功了呀 对 这个现在呢 应该还有40多贴 我们俩带了 是60多贴面膜 然后这里边 还有三瓶的防晒霜 我们俩每天 就是敷面膜 防晒霜 防晒盆落 然后嘴皮还干巴巴的 对呀 有好多人都说 我们俩是假气型 说我们俩不黑 但是你想一下 我们俩就这个保养 它再黑 那对不起 这么贵的化妆品 然后这袋是洗漱的 我俩洗头干 沐浴露 牙刷什么的 然后这个是土土房 这个得带着 冲料水 这个是绝冰子和黄芪 那是我的药 对 这是它的药 这个得 每天它得冲水喝 然后这个是最重的 我都不知道你当时 为什么要买 这么多冲电包 六个冲电包 每个是两万毫安 每个它差不多有一斤重 每个都一斤多重 哎呦我的妈呀 本来今天想优价去俩子 但是 优不了 优不了就算了吧 就不优了 然后这个包里 这个包里是所有的 我的数据线优盘 反正就各种的电子的东西 全在这一个包里 敢不敢打开 让大家看看有多乱 那算吧 然后这个包 这个包呢 是必须带的 这包里是各种的药 嗯 就是头疼感冒的 发烧发炎的 拉肚子的 反正各种药全都有了 你能想到的药啊 这里边全都有 其实大半包都是我的药 其实大半包是他的药 但是我们俩 吃的就那么几重 但是有些东西也背着 嗯 就我们俩 无论是去国外 还是去哪也好 都会背这么大一包的药 所有的 这所有病的药都得带着 就怕万一 这包就是 内衣内裤什么的 嗯 嗯 这个包里是数码 数码相机 嗯 嗯 然后这一袋子 这一袋子就是吃的 路上边走边吃的 再就没法了 就那我还老感觉 我没吃的呢 再就剩我们俩的衣服 除了我们俩 穿的衣服以外 就这么一点 哎 就这么一点 这个是我们俩换洗的 一人一身 他还多了 多两个T恤吧 再就一个电脑 这个包里 就是我们俩 虽身背的 另一套的数据线 什么的了 反正得出门 把这个包一拿 就走了 什么都不缺了 这就是我们俩 所剩下的 一会把这个不要了 好像再就没有 啥不要了 那谁也太少了 也腾不出多少空间来 看看吧 看看我们俩就是 后边四个包 能不能装满吧 把面膜送姐姐吧 让我们晒黑吧 那不行 那不行 为了堵他们的嘴 不能晒黑 就是我还要去拍照呢 嗯 现在我就开始收拾 我一会看看 我那两个拖包 能不能装一下 然后呢 装一下我就不用背东西了吗 对呀 我就想把那两个黑的 我那个前拖包 放到你的后边 然后我把你的那个后拖包 放到我的上 那一个咱那个登山包 咱就空空的就完事了 谢谢老公 可以的 开始收拾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